一在生活中,我们偶尔会听别人,谈论某个人的人品差的同时,总是带着应武的神色,产生这种原因一般都是有点可寻的,所以就造成了他人反感的结果。 我们都知道,在与人交往的过程里,我们讲究的是真诚相待,给彼此信任的空间,但是千人千面,每个人性格不同,也就决定了每个人对他的评价不同,其实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好不好,可能一时之间无法看出,但是随时时间的积累,你会更好地看清他的为人如何。 有句老话说得好,日久间人心,在心理学上,人品差的人一般都很自私,喜欢在北地里做一些下三滥的事,虽然他不会表现出来,但是在时间的流逝下,他所有的一切,都会在将来的某天暴露出来。 我发现,一般人品差的人,都有这三个表现,如果你身边有这种人,建议你远离他。 一,为人自私。 在人际关系中,自私的人在人群中是不受欢迎的,有这种性格的人都是比较自我,思想狭隘,又现实。 尤其是在做事情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,这种人可以为了利益不择手段,给别人造成伤害,他不会去为别人考虑。 一个自私的人,在生活中也容易跟他人发生矛盾,吵闹,并且脾气又大,严重的话,会让你受到伤害。 要知道,人最大的素质,就是不做影响他人的事情,如果不想受到影响,请你规避这种事情的发生。 二,喜欢利用别人来成就自己。 一个自私的人做什么事情,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,他不会顾着别人,甚至还会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成全自己。 这类人通常说话很尖销刻薄,也看不惯那些比自己强的人,内心会嫉妒,然后就在背地里说人长短,玷污他人的名声。 从本质上说,自私的人他的内心都是极度的自卑,虚荣心太重,所以才想拼命地污蔑他人使自己心情变得愉悦。 坦白说,这种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,一个自私的人不会向别人付出甚至分享美好的东西,他只会抢许逃躲,因此别人就会排斥他,他也很难拥有真正的快乐。 三,格局小,人品差的人一般格局小,见时尚,也没一定的能力,因此,他在社会上的低位层次也就低。 这种人没什么学问的同时,还习惯性地不懂装懂,为人自私小气。 他很容易为了一些小事情跟人发生口角之争,凡事斤斤计较,虽然不明说,但是他会记恨在心,也时常会让自己陷入一种痛苦的角色里。 整天怨天油然,他格局很小,能装下的东西不多,但是坏情绪倒是有不少。 他习惯性地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,没有一点宽容之心,于是,在为人处事中,他也容易做出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。 今日留言,你认为人品差的人,还有哪些表现,欢迎探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